你就是王翠花是吧 是我 带走 王翠花过来 我告诉你 这个方案老板明天早上八点钟之前就要要 今天晚上你务必加班加点 我不管你是不睡觉 不上厕所还是不吃饭 一定要做出来 听到没有 还有 做完之后 这个署名的地方要空出来 不要写你自己的名字 我要写我表妹的名字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我告诉你 你要好好干 你知道你这个岗位 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都没有同意 你要能干的你就好好干 不能干 明天我就让你滚蛋 听懂了没有 能干能干 过来坐 快坐 我像个小奶儿的包 你忘了点 走表妹我带你去买 好 你 陆厂长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先去忙吧 老板我做错什么了吗 黄翠华我问你啊 你是02年的 清华大学服务上设计专业毕业 今年28岁对吧 对是我 那你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怎么在我们公司干保洁啊 我来的时候那个朱厂长说了 让我先从基层做起 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保洁的工作 朱厂长说的是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喂朱厂长 带着你那个表妹 一起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对就现在 哎呀老板 你别给朱厂长打电话啊 他一直都看我不顺眼 他知道这事会把我给盖除呢 我还有一个80岁的爷爷在住院呢 我的弟弟妹妹都等着我赚钱给他们教学费呢 这样子怎么办呢 黄翠华你先别着急啊 别着急 等一下他们过来呢 我们把这事好好聊一聊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方案啊 你看一下 眼熟吗 方案 对你看一眼 认识吗 我不认识 确定不是你做的哈 不是我做的 别骗我哈 我没见到 老板 你表哥呢 我表哥在忙一口就过来 在忙是吧 这样 那个 这个方案是你们设计部门做的 对吧 对啊 然后呢 设计的很成功啊 咱们这个裤子上市之后呢 销量很好 总是会决定啊 是要给你们这个设计部门发奖金的 哎 奖金的事情别着急啊 然后这个方案是你们设计部门谁做的 我 你做的是吧 啊 那这样 这个方案呢 我还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能再给我讲一讲吗 不清晰 行 哎 这样 这个方案不是你做的吗 方案你直接拿了 你呢 直接拿这个裤子跟我说就行了 来 那我照着读不是更好吗 不是你做的吗 你应该都了如指掌吗 对吧 行 老板 你看 嗯 这是一个广告控 我知道 松紧腰的 嗯 这还戴两个鞋带上 加揉加厚的 挺肯实的老板 行了 还鞋带 你怎么不说它是头绳啊 你会不会说 那好像是头绳老板 到后边站着 这样吧 我都说完了 行行行 那这样啊 我问你啊 朱厂长 这个方案到底谁做的 这写我名的吗 王翠花 是写着你名字的 方案是保洁做的 保洁做的是吗 啊 吴厂长 我问问你啊 你怎么想的 人家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啊 辛辛苦苦熬夜 加班加点做出来的方案 你让你表妹去冒名顶替 你怎么想的 啊 他一个农村人给他做保洁 就已经很照顾他 农村人 朱厂长啊 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瞧不起农村人是吗 怎么瞧不起农村人 就是抬高你自己吗 我没记错的话 你也是农村扶来的吧 啊 在我公司啊 也是一步步从基层 我把你提拔上来的吧 啊 怎么 现在赚到钱了 日子过好了 忘本了是吗 还让你表妹 这整天穿的画质招战的 啊 在公司有什么好险 啊 一点正事没有 知道吗 这不是自己人好管理 自己人好管理 我用又不用把公司交给你啊 啊 我告诉你 你表妹 我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他 听见了吗 出去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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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你消消气 消消气 还有你啊 朱厂长 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啊 这个事呢 我不想弄得太难看啊 你要现在去财务结算下的工资啊 你也赔粉炸了 我说了 我把你赔粉词给你 我隔回来了 我带你 你打算了 一定不想 Aqu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